每天出前,保禄基民对身体健康的重视 以及增加用心关联也能够开始专重 年约苏南岛分析,特别在第2月UK 主行站开办一个立医疗库定 主办单位希望学员对了维持自己的身体健康 并组合在地的乡亲以外,马来的博物UK 年约,年约,是真的看到医疗生态 放松经过的作法 看起来简单,但是是需要对到身体构造 跟兴兴有很深厚的了解 领约苏南岛分析,再生一种 罗水K3部落开办理疗库定 就是希望在专业劳税基督下 保禄基民可以获得健康和实用的一期制度 我们透过经济理疗的课程 来让我们这些在地的族人能够学到一技之长 万一在生态里有推动的时候 或带客人有一点小小的受伤 我们就可以马上来做一个简单的处理 另外我们也希望说让部落的人 他们能够对自己的身体也能够更了解 来学习这个理疗课程 能够保护自己,也能照顾家人 这边不是总的一个 这个高起来就影响到心脏跟肺脏的功能 测线的底下在这里 这个叫做阴灵犬 血脏 气都躲在这里 老师和参加学官 自己来专家比后部的对象 全身体严身体严身体要做新冠营 这边我们希望部落基民能够用新合适 这边老师林清华 健康台大家欲生了后 能够维持自己身体健康 并组合在地乡亲一丸 也能够合部UK 就是说我给在大概的人体的原理设计 然后在运作的模式 让大家清楚以后 因为大家不是学医的 不用很多了解很多医疗的内容 但是人体的整个设计的 它的涵盖点在哪里 这个病症产生你从哪里处理 把开关打开了 它正常马上改善了 实际的法门要让它知道 林业署办这个课程 是非常有实用的 因为我们通常 不会没有人会生病 都会生病 但是我们不知道 原来它很实用 只是我们不懂 所以它林业署的活动非常棒 那我会继续 这边人有表现 稍微库台中的地义UK主书站 每礼拜五上口到十个车 欢迎新一乡路水桂山 四步楼欲出的乡亲 到时也能再来参加 现在是房顶核心 记者警察差不多 都 谢谢大家